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艺术家蒋根磊 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呢 是秃头歌女 2012年在北京七九八的 亮相的行为作品 光头 秃头歌女呢 是女性主义先锋艺术创作团体 它呢是借用法国的 荒顿剧作家尤里斯库的剧 秃头歌女的谐音 作为这个题目 但是呢 其实改了一个字 以兵器的歌来代替歌唱的歌 大家好 我是秃头歌女的策展人 和创建人之一 应谢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聊 秃头歌女的过去和现在 对 秃头歌女自2012年创建以来呢 从北京到这个法兰克福 威巴斯登举办了一系列 具有冲击力和轰动效应的 这个展览活动 研讨活动和出版活动 那么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的 就是跟这个雍羡老师啊 一起来谈谈 这将近十年来的这个历程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呢 就是2012年798的这个艺术现场 我知道第一个艺术作品啊 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是这个光头的这个视频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雍老师您好 当时这个作品是突发奇想的 还是说有一个周密的策划的 我觉得两者都有 其实说实在话是突发奇想 但实际上也是策划之一 因为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的说到的阻力就挺大的 而且很多人反对 包括就是女性主义艺术内部的理论家 和艺术家 他说怎么起这个名字 好像这个挺搞的这个名字 但是呢因为起了这个名字 所以大家就会自然的想到头发 这个行为艺术呢 就是在临时大家 特别是肖鲁就提议 做这个行为艺术 因为肖鲁他很有经验 在做这种突发的行为艺术 他89年的这些行为艺术 都是非常精湛的 所以和两位其他艺术家 商量一下 大家就特别觉得特别同和 对 从这个照片来看 当时也是人山人海 就是感觉效果还是相当相当精彩的 而且这个剃头啊 它其实挺挑衅的 就是说一个女人不会好登的 把头发给剃了 而且是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在798来做的这么一个行为 对 所以这个 真的是非常的有争议吧 就是这样说 没错 就是说比如说艺术家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艺术作品 他这个空间其实改变了一个 普通的在理发店的一个剃头来 这种一个理解 对吧 没错 关于就是这个剃头 这个行为艺术 我们叫光头艺术 很多人说这个算是艺术 现当代艺术的概念已经连升了 其实所有的行为都可能是艺术行为 但是它的区别是 有人说如果一个凳子 如果放在你家里 它就是一个凳子 但是如果它是放在美术馆的墙上 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对 这个剃头呢 它就是挑战了传统对女性的一个期待 一个想象 它其实 我个人认为相当有这个社会意涵的 跟这个秃头歌女的这个 发展天赋的这个形象 它其实是一致的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艺术形式 我们知道这个肖鲁啊 它也有很多的想法 比如说它还有一个作品叫《恶之花》 它其实就是一个老树根 对吧 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吗 对 这个作品叫《恶之花》 它的这个名字是受到了 法国诗人郭德纳尔《恶之花》 这本诗集的启发 所以它起了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作品 非常的深刻 而且它很有意义 就是肖鲁的很多女权作品 特别有名 像《金子》 《荤》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这个《恶之花》 很少人知道 但是这个《恶之花》 是特别有引语 它是一个所谓的现成品 它是一个千年的老树 就看起来好像就是 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现成品 但是呢 就是在《恶辱》这个艺术家的眼里 它就是和 就是女性的生殖器 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它就是隐喻了 就是女性的状态 《恶之花》 其实《恶》和《花》 就是荡妇 要不然就是婊子 或者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英雄母亲 作为一个很正常的女性 她们没有 就是没有人 就是把女性 看成是一个独立平等的 就正常的 一般的人 对 对 就是在两极的 这个 但是就是 不是把女人 当作一个人 人的这个尊严 人的权利来尊重吧 可能很多时候 对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它这个作品 其实相当的深刻 是 而且它就是说 还是比较隐喻的形式吧 就是说 你可能看眼 可能最开始看到的是 它的这个 相当好看的 这个视觉形象 因为老树根嘛 确实也相当的 视觉上它 确实也是 很艺术的 对 对 而且我们当时 用了好多人 才把这个搬进去 你想一下 这个就是特别 承重 特别有 有接地气的 一个现成品 对 所以这个作品呢 它如果你对这个 恶志华这个 诗歌集有了解 然后对 女性的这个历史 和生存现状 有了解 那么对这个作品呢 就能有更多的 就是共鸣吧 我们还有一个作品 它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说 它非常直接 它不是隐喻 就是一个作品 叫什么是女权 它好像也引入了 社会调查的 这么一个 对 它跟恶志花 从蒙古意义上 特别相反 它就是不用去想 然后它是直接发问 小武的这个作品 它 就是 在展览的时候 让观众留言 这个就是一个互动的 而且它之前 就在展览之前 它就开始 然后在展览之后 它继续把它做下去 就是那个留言的内容 真是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这是应有尽有 特别有意思 有的人就挺愤怒的 有的人挺搞的 但是呢 萧鲁 它还 后来还把它 做成了一个影像 然后去访问 各个社会阶层 不同背景的人 最逗的是 有它问了一个 北京的打工妹 说你觉得什么 神秘权 那个打工妹说 我不知道什么神秘权 我觉得 我哥的也挺辛苦的 所以它好像很多的 农村妇女 他们的焦距 的视角 焦距还是在 更现实的层面上 但实际上 他们才更需要 平权的 这个权力 他们在 很多人在娘家 没有权力 继承权 在婆家也没有权力 你说中国 近十几年的调查报告说 中国农村妇女 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对 对 从那个打工妹的 这个例子来看 也可以看出 这个女性很善良 她对自己所遭受的 很多的 可能不太公平的待遇 她其实没有看在眼里 她反倒 她其实也感觉到 其他的人的不容易 比如说一些男性的不容易 但是说我们女权 不是说要把男人给打倒 其实是说 对 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就是说可能特别是很多 不了解女权的男性 好像觉得这些搞女权的人 都是什么 不使人间烟火的妖怪 对 其实我们想要的就是一个 性别平等的这么一个 社会环境吧 就是说最基本的出发点 我们也知道通过什么是女权这个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不同阶层 对女权的不同看法 在您的这个七九八的艺术现场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不同层面的艺术表达 比如说李姓默的作品 他的伤痛啊 伤痕 阴道的毒白 还有用阴道穴画的一系列的自画像 他那个阴道毒白是那个一个画剧 但他对这个叫阴道的记忆是首枪的 对 这个 这个给大家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对 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是我们当时选择的三个不同形式的艺术家 就是想说明 其实女性艺术或者是女权艺术 她不是一个单一的 她其实是多元的 比如说男性 她就是一个快乐幽默的女权 因为她很早到西方 从蒙特意义上的话 她已经就是享受了西方女权 获得就是抗争的结果 萧鲁呢 她是一个战斗的 你看她就是维护女权 然后为自己的作品的权利发声 辛勒她跟他们俩 从蒙特意义上就是更加的 表达她个人的伤痛 也许她跟她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但是她的个人的经历也更大 程度上的形成了她的共情 就是跟其他女性的共情 你看她的几个作品 音乐的记忆 伤痕的成素 然后那个精血化 都是特别有力量 就是特别是精血化 她要表达的就是 因为精血在很多文化 在包括我们的中国文化里 她也是觉得不吉利 肮脏的东西 她把这个呈现出来 就是把女性伤痛呈现出来 这个是李辛勒的一大特点 她这个精血化 就是要表达 就是女性的特殊性 女性她和男性不一样的 她有生理周期和生育 但是这些不同的生理周期和生育 她很多时候都是跟疼和痛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疼痛和这个不吉利 就是说明女性在传统社会 就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 而这种非正常的生理现象 就变成了女性的 非正常的人格状态 这个就是李辛勒的作品 要在应的 我个人认为 而且她这个表现得非常极致 没错 因为她的确是把个人的 私人的拿了出来 就是说精血 她是有社会禁忌在里面的 觉得是见不得人的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生理的现象 被认为 我们的女性的社会性别 她也受到了这个压制 因为我们的生理 导致我们的社会地位 的认识 没错 其实性别吧 就是在当代女性艺术和女性性别学的时候 她其实性别不是 因为英语里面她讲sex 就是讲你的生理性别 然后她还有讲gender 就是你的社会性别 其实我们中文好像还没有这个分别 社会性别 你要加一个定义 它其实更多的不适合生理性别 没关系 它是来自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告诉我们女孩子是应该什么样的行为 然后社会性别告诉我们男孩子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气质 对 在这个七九八艺术院长还一幅作品呢 也给我有很深的印象 就是李星墨的这个词汇研究的一个作品 没错 这个作品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些这些作品 它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当然特别是女性普遍的 就是现象 但是她的这个作品 她其实是更加的中国 就是特别的当下和中国化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这个汉字 它的这个表达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女字旁 就说明女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李星墨的作品 她非常有意思的是发现 很多和女带女字旁的都是非常负面的 包括就是奸诈 都是特别就是 就是是贬低女性的嘛 就是你知道 但是唯有有一个好字 就是好 就是一个女子 加上生了一个儿子 就变好了 所以就是说你看得出来 咱们这个文化 就是其实是一直都有这个传统 对 这个作品相当的粉朵化 就是说一个西方人 他不可能能做得这么深入 他李星墨作品 他就是对文字的研究 中国文字的研究 所以他其实深入到我们的集体的记忆 集体的知识和集体的这个传统里面 积淀的这个性别歧视的里面去了 所以做出来确实是形式上也非常好看 黑的配白的这么一个形式吧 对吧 对 我们知道在七九八的艺术现场 展览之后还有一个研讨会 我个人认为啊 无论是从集体性的这个压抑的反思 还是个人的这个伤痛的倾诉 各种概念形式加起来秃头歌女呢 应该说是我国第一个本土的 有自主的女性主义意识 女性视角的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团体 那么云香老师您对女性视角是怎么看的呢 对这个女性视角吧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话题还真的可以拿出来说 因为传统的觉得女性视角的话 好像都是更温柔的妥协了 就是这个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展览 也是女性视角 你看我们的表现的方式 但是是和传统的女性视角不一样 你看这个阴道 腔 精血 都是这个不搭接待的东西放在一起 但是呢我们也是想说其实我们还是女性视角 所以我觉得我们特别想展示的女性视角是有不同的女性视角 就是我们的女性视角和其他的女性视角 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 对它是丰富了对女性视角的理解 那么可能一般人认为女性视角就是琼瑶 言情 琼瑶三毛 对 现在就是说兔头歌女 她其实很反叛 一开头就是光头 然后这个老树跟这个阴道的记忆 其实她很反叛 然后她那个桃色又是 此桃色非比桃色的这种理解 对吧 所以是让陌生的 就让熟悉的颜色呢 变得不熟悉了 她是一种艺术语言吧 我们知道就是你们的七九八艺术现场之后 其实纽约时报和一些主流媒体呢 也给予纷纷报道 读书一致吧 就是一鸣惊人了 您觉得兔头歌女的艺术展览跟其他的展览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她可能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首先是旗帜鲜明 比较勇敢的所以顶住了压力 因为大家其实还是不愿意被人骂 说实在的这个我们也想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包括就是其实很多的男性也是很支持的 但是图图歌女的特点 我觉得她可以归纳为她的彻底性和她的真实性 大家知道就是特别有名的艺术作品 像《杜上》的那个小变子词 大家都是都知道的 但是更有名的还有一个叫美国的音乐家凯奇 他的作品4.33秒 可以说是把这个艺术已经推向了极致 就是这个它已经让钢琴曲继续弹又没有生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话 在做革命性的操约 从70年来全世界来说已经难了 但是呢艺术还是在继续进行 艺术仍然需要有标准确定什么是好艺术或者不好的音乐 这个70年来以后大家公认了 更多的是她的真实度和她的强度 就真实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涂不透歌女她就是特别真实 涂不透歌女就是光头 她很想 英语她就叫做bird girl 就是光头 她容易让人想起 美国的游击队女孩 一开始就是把头发也剔了 就是说我们就是光头 她的这个彻底心和反叛心 就是说明她是挺真实的 而且她就是一点没有掩盖 你知道这个图头的歌女就是用了这个荒诞句 她其实她想说明是现实生活的荒诞 才是真正的荒诞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 她的深度和真实性都是超过了 至少我觉得就是说以前的女性中国的作家阿诚 她说曾经是这样评论王硕的 她说王硕可能才算是中国真正的先锋作家 王硕呢就是聘弃了大 就是主流的大作 就是形成了自己的一点 包括就是播音员都是用了王硕的语法 其实我就说图头歌女 基本上是聘起了主流的审美 然后立志发展一种自己的审美和艺术 这个就是图头歌女 特别和其他女性艺术不严重 对图头歌女的确有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 艺术语法 对我们有语法 我们的这个袍色就是我们的这个枪 就是我们的语法 对 就是要做一个事情啊 其实你越成功越得到认可 它的反面的批评 因为它引起了关注嘛 其实也有 你们似乎也也其实也有类似的体验 对吧 就是说也会受到很多挑战 那当然这个挑战是多方面的 就很多人说 你看我们就是半边天的这个政策 已经过了几十年 还需要你做女权吗 我说这个实际上 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导 当然从总体来说 中国的整个女性的状态 还是比几十年前好多了 但是实际上还存在很多很多的 从法律层面的到我们的精神层面 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这样的话 那个很多他们就说 那你要是做完女权 打到了以后 那你不是都失业了吗 但目前看来还是 好像还是不会很快的 那边的失业 所以压力还是挺大的 而且大家也很挑剔嘛 但是也是正常的艺术 从严格的一生 你说他能够改变什么 他也不像正经时 改变的更多的是 冷门的思维方式 就是兔头歌女 就是创建人近十年以来 在2021年 他有一个口号的一个增加吧 以前是个人的是公共的 今年又加了一句 公共的是个人的 这是不是跟兔头歌女 新年的一些重点项目 有关联呢 没错 这个真的是 就是你看我们刚才 在2012年 已经看到了 李星墨的这些作品 就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他总的来说就是 在70年代以来的这个口号 个人的也是公共的 就是一种艺术表达 他其实在那个表达 已经达到非常极致 现在的这个 在艺术界很多 也不少人 我不能说很多 觉得好像这个 斯文的表现的 在 斯文的身体 或者什么 在公共表现太多了 然后有一种 好像觉得这个 腻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是不够 因为它是中国本土的 就真正的女性艺术 女性艺术 还是没有真正的发展 你看2015年以后 很多情况就是变了 所以它也很难 再继续发展 但是实际上 我们观察到 中国现在 有很多的其他问题 阻碍了就是 女性的生存发展 比如说家暴 还有性的 这个公共的 其实也是 因为土灰部 头都跟女几期以后 我们将陆续的介绍 李星墨的新作品 我也是 它是就是 永远现在重返 在理属中间的 新的项目 非常好 我非常的期待 我非常的期待 就是下期呢 咱们还会聊 2030 北京杂家的项目 我也很愿意再听 新的老师 新的项目 谢谢 谢谢 很高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